台北市长柯文哲参拜大甲妈 图 记者邓木卿 社记者邓木卿 台中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7日下午5点15分前往大甲镇兰宫参拜 他说 他知道很多政治人物也都来参拜甚至服教 但他觉得不需要 今天就单纯还愿 跟着妈祖绕境 回到台湾最底层感受台湾生命力才重要 柯文哲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两人原本预定7日下午5点前往大甲镇兰宫参拜 但两人刻意错开 赖先到达 一致辞完 人都还没走出庙门 肆意便高喊欢 迎台北市长柯文哲立临 镇兰宫董事长严清彪刚送去赖清德 又马上转身陪柯走进庙门 柯一进门 高喊总统好 柯文哲加油声浪不绝于耳 严清彪表示 柯文哲五年前就跟着绕境 走完九天八夜 柯也很想这次再走完全程 但是碰上是一会开会 不过 妈祖都知道柯的诚意百分百 便也预祝柯市正顺利 柯文哲在玉珍新董事长陈玉贤所陪同下参观高炳历史 图 记者邓木清社柯文哲至此表示 除了祈求国泰民安之外 更希望大家一路上绕境平安 由于现场太过吵杂 柯后来选在宫庙外的玉珍新饼店受访 柯文哲说 2014年就跟着走过一次 去年选举前也有来过 当时就向妈祖许愿说 如果连任会再来拜拜 所以 说是信仰也好 反正就是单纯还愿 他知道 今天有很多政治人物都来参拜或是福教 不过 他觉得不要跟人去福教 单纯还愿就好 今年不巧碰上是一会两天开议 所以他能走多少就算多少 他也强调 这次参拜也不用是水温 完全就平安心 柯文哲还说 大甲镇蓝宫已存在上百年 绕境一定有他的社会意义在 他有时回 头看2014年那次绕境的影片 觉得就该回到台湾最底层 感受台湾生命力 他说 虽然中南部民众比较热情 只喊总统好 但他不喜欢人家喊 他认为不管别人如何起哄 就是要做 自己该做的事 真实的自己不要跟包装过的差太多 莫忘初衷 人活在世界 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